Hello 今天咱们来修一台笔记本 这是一台联想的ThinkBook 16P 配置还挺高端 插电呢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有一点反应 不上电 只有一个开关指示灯一直在闪 其他的灯一个都不亮 键盘背光也不亮 电流呢 也跑不上去 我看了一下背面的贴纸 这个电脑才用了一年多 联想不都保两年了吗 ThinkBook只保一年吗 我打开后盖拆下散热器看了一下 保修就不要再想了 这个主板是被修过的 它的CPU被焊过 怎么看出来了呢 上面有焊油 很明显嘛 你从这个角度看 你会发现CPU的一个角翘起来了 这个CPU是明显变形的呀 不是板子变形就是CPU变形了 后面我问了一下 它这个电脑最开始的问题是可以开机 只是会蓝屏或者是花屏使机之类的 就跟联想小心一样 后面修了一下就成现在这个状态了 我看了一下这个CPU被杠过 不要是被刷过 本来我一看这个架势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往下修了 因为它CPU都翘起来了 这CPU肯定有问题 像这个CPU上面很多测试点都是达不到值的 而且本身的供电还短路 所以一开始就打开看了一眼 就说哎这个没必要修了 但是这个客户不死心啊 他自己买了一个CPU过来 这个CPU可不便宜啊 这是二款的电脑 那我说试试就试试咯 看一下他买的这个CPU啊 说是买的全新的 其实好像也确实像是新的 这谁知道呢 看外观的话又露眼又看不出来 高科技啊 看一下板子这边吧 板子这边我看了一下倒还好 也就CPU和BIOS动过 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维修痕迹了 那咱们先给它上B接 把它原来的CPU给取下来 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吧 看一下CPU是不是非换不可 它这个内存啊和CPU贴的有点近 所以呢包两层细脖纸包一下 不过不一定有用 因为像这种联想的 它底下都是打了黑胶的 我操CPU拆下来一片狼藉 底下空焊无数 要命的是还掉点无数 这个CPU肯定不得不换了 这原来CPU完全没法用了 看一下焊盘这边 同样也是掉了很多点 这个上夹肯定也是被黑胶给坑害了 一般只有黑胶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拆下来它脏得太紧 硬撬的话就容易掉点 这边我大致看了一下 起码掉了20个点 全部都是有信号线的呀 而且很重要的全部都是内存信号线 黑胶这玩意儿 你说谁研究的呢 绝了 掉点掉这么多 哎呀 它CPU又买来了 还是给它补一下吧 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 把这上面掉的点全部都补上了 不过这个焊盘都成这样了 我估计即使焊好了 也是三天两头的徐焊了 试一下吧 毕竟CPU焊盘四个角都有掉点 太离谱了这一眼 装CPU之前先往焊盘上面刮一层锡 然后再把它自己买的CPU给焊上去 这个焊的我觉得是比较完美的 四个边角都没有再翘起来了 测了一下 该有的值都有了 这些时钟或者是USB这些数据线的组织 全部正常 但是要命的是 我测这些供电的时候 我发现这边有个小电杆 它对立是完全短路的 这个电杆呢 是一个0.5V的供电 给到了CPU 以及四颗防载内存 CPU是新换的 肯定没问题 我估计应该是内存底下爆锡了 因为内存下面也挂了黑胶 它又离CPU这么近 做CPU的时候温度一高 内存底下的锡势必就糊到一块 锡脖子包也包不住 没用的 包不住的 这板子内存这玩意儿 你说谁研究的呢 搞个内存槽不好吗 我又把这四个内存给取下来了 这个内存也不常见 LPD25的 不过这个内存采的也是比较完美 没有掉点 黑胶也都全部去除了 边角掉了两个空点问题不大 内存拆掉之后 这个0.5V的供电阻值 瞬间就恢复正常 其他的供电也都不短路了 那咱们来检查一下拆下来的内存吧 全部脱锡脱干净 然后用直球网给它全部支好球 这内存我都检查了一下 内存都没有短路 还好 那么很快的功夫 四个内存就已经支好了 还好它只有四个 有些多的可能16个 32个绑仔内存颗粒 那才头大呢 这个四个还好 装内存之前 咱们先查一下供电 现在CPU焊好了 已经可以上电了 嗯可以啊 大致测了一下 供电已经全部齐全了 CPU供电 显卡供电 显存供电都已经出来了 OK 装内存 四个内存已经全部贴回去了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插电 它会自动开机 看电流跑起来 0.6 跳变呢 咋不跳变呢 你别停这呀 我活完蛋 不跑马 能上电 但是不跑马 这个内存我感觉 我执的应该没毛病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那一定是CPU 或者是CPU焊盘的问题 CPU买的全新的 应该没问题 估计还是CPU焊盘 毕竟掉了那么多点 维修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 比如你说 这芯片焊接需要打点黑胶 大家一定是不乐意的 但是如果你说要跟老款的IBM那样 黑胶打满 他们就又要提了 表示愿意打四分之一 或者是一半的黑胶都能接受 你像我拆了这个拯救者的CPU 它也是搞CPU 但是它的焊盘就没有掉点 这玩意儿吧 还是得熟能生巧 我的诀窍就是温度高 二百六不够 那就二百八 一直到黑胶完全脱离焊盘 再把芯片取下 这样的话就会跟这个一样 这个一看就是黑胶都没融化 甚至吸球都没融化就硬撬 所以才掉这么多点 当然这也不能怪人家 非要找个东西怪一下的话 就怪黑胶吧 那现在这个板子的情况 就有点尴尬 修上电了 但是又不跑嘛 既要原来的故障现象呢 有所改光 但也没有达到可以正常使用的标准 我怀疑还是CPU的问题啊 于是我又一次的把主板加上焊台 再把CPU取下来 咱们给它重植一下试试 这个内存我是已经重植过了 所以不用担心它会爆锡 也不用再爆锡波纸 我拆了大家看一下 还好啊 我补的那几个点都有焊上呀 上面都带了吸球 又一次的把CPU重新植球 焊盘重新补点 又花了一个下午 再来尝试一下 这个电脑在我这已经修了有十多天了呀 这种电脑吧 就不适合在这棵树上吊死 有空拿出来摸摸 有空拿出来摸摸 没准什么时候灵光一线 它就修好了 还是一样的电流 依旧不跑嘛 哎呀很烦 前前后后也连续修了有十几个小时进去了 还是不跑嘛 CPU焊了两次了 不要是也刷了两三个 奇怪 要么就是焊盘没补好 要么就是CPU不行 这板崽内存黑胶 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 看来一开始的直觉还是对的呀 但是我才看一眼 我就说这电脑肯定是希望不到 没想到修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修好啊 截止到视频录制结束 这个电脑依旧是没有修出来 还是不跑马的状态 各位观众看到这里 你们觉得是哪里的问题